这个绝对是我最喜欢最常用的一款插件 来自于UED的RE201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RE201实际上是UED模拟Roland 他们在1973年的时候很早以前了 推出的一个磁带的叫Echo的这么一个设备 像延迟,像回响的这么一个设备 如果你现在去找的话应该还能找得到 这个东西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 但是价格也不算便宜 至今都有很多的人继续在用实体的设备 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么大的一个盒子 作为一个延迟的效果器有点过分 但是在当年刚推出的时候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像Pink Floyd,David Bovey 很多很多的乐队乐手都用这个设备 因为声音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如果你去玩一些迷幻那些东西的话 特别特别的好用 所以这个设备它是基于磁带 那个年代只有磁带,还没有数字 然后它设备里面很有意思 它有五个磁头,四个来录音,一个来回放 然后这四个磁头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录进来的时候 你把声音录三遍 回来的时候就会反送出来 就像延迟一样的效果 磁头的距离和你磁带转的速度的 决定了你延迟的时间 也就是说磁头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那你三个延迟的时间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它们不可能是很灵活的调整 但是因为这个特点也让它的声音非常的有意思 UED就非常非常忠实的去复刻了这个设备本身 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 我可以说我听到最好听的 或者是最像原作的这么一个插件 因为我本人原来就用过这个RE201的设备 但是因为需要经常换磁带 你这个磁带用时间长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就不太对了 你可能还要需要去买这个磁带 四分之一英寸宽的这个磁带 你需要自己去切它这个loop 然后给它放进去 很有意思 但是用起来很麻烦 所以后来就发现这个插件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用 尤其是我也不用去做任何的现场之类的 当然了现在有很多的效果器都非常的好 做得也非常的像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UED的插件 RE201 这个Roland的RE201呢 长得就是完全就是这个样子 除了其中可能有一些小的细节 是插件上只有插件上有的 硬件上没有的 这个插件好像应该是Roland 已经没有再授权这个名称了 所以呢他们把它改成叫Galaxy 应该叫做Galaxy Tape Echo 我这个买了早的时候呢 你还是Roland的这个样子 这两个插件真的没有任何的区别 如果你需要这个插件的话 你可以去买那个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插件 非常多的旋钮 很多的控制 咱们把它简化一下 其实它呢 给你两个效果 一个是混响 像弹荒混响一样的混响 它这个混响非常的好听 还有呢就是它著名的Tape Echo 磁带回响的这个效果 我们呢要拆分一下这个界面 里边有很多的控制 咱们从左边开始 这个Peak Level呢 就是说你的信号太高了 那你的磁带就会产生很严重的 这种过载的声音 很多时候你可以用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有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效果 那种特别多的音染和Saturation的那种效果 那下面这个呢 是Echo和Reverb 我们刚才说了 它有Echo回响的这个声音 回音的这个声音和混响 你可以把这个回音和混响分到两边去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把你的Echo 打打打打打打打 放在左边 把混响放在右边 有的时候会产生很有意思的效果 我们在这里边先听一个鼓的声音 不然的话我们讲太多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声音 我现在把Echo放在特别左边 Reverb放在特别右边 我们去听一下 没有是这样的声音 但是你可以把它都放在中间 所以呢 这就是它大概的一个声音的风格 听起来非常的复古 非常磁带的那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讲 Input 这个就是你输入到这个设备里面的音量 你刚才看得到 如果把这个推写的话 你的音量不仅增加了 同时呢 你的Peak Level这个灯会闪 你的声音会更多的那种Saturation 更多的音源 就会直接让这个磁带去过载 下面这个小的波档 如果你拨到这边Normal的话 你的信号是不会进到 你的Echo的电路里面的 它就只用Reverb 你现在听到只有 混响的声音 接下来呢 要看它这个模式选择 选择器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设备呢 有三个录音的磁头 那也就是说 它能录进去三个 这样不一样的回响的声音 大当当的这样的声音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选择 同时下面有一个叫Head 一二三 这就是磁头 一二三 如果你希望你的声音呢 能同步到你项目的这个速度的话 你可以点上这个Sync 变成On 这样的话会有下面的显示 如果Off的话 它会告诉你这个毫秒数 这个三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样的 因为它三个物理的磁头的距离 是一样的 同时你配合这个Mode Selector 模式选择的话 你可以看到从1 第一个的话只有第一个磁头 152毫秒 然后下一个呢 是第二个磁头 模式三呢 是第三个磁头 模式四呢 是2和3 再往下面选的话 就是这一圈 从5到11是 Echo加混响 那也就是5的话 就是第一个Head Head1 磁头1加混响 磁头2加混响 3加混响 12加混响 23加混响 13加混响 123加混响 听起来好像有点傻 但是呢 在那个年代 这个模拟的设备呢 确实只能按照这种方式去设计 最后呢 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只用混响 当然了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拨到Normal 它也是只用混响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些磁头 那这些时间怎么变呢 用Repeat Rate 这个钮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磁带转速 这个磁带如果转得慢的话 那你之间的时间就宽了 那你时间就变长了 如果你把它调整的话 你可以减少 或者是增加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三个磁头都开的话 这三个之间是这样 那这个Repeat Rate的话 就是增加或者减少你的 延迟的时间 当然了 你可以把它变成Sync 跟你的项目是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现在是 32分音符 16分音符 等等的 这样的话会给你一个 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接下来呢 这个Intensity呢 就是它的Feedback 如果你经常用 这个延迟的效果的话 应该这是Feedback 就是你弹回了多少次 这个音符重复多少次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低的话 它肯定就只重复一次 我们在这听一下 弹回一次 如果你把它增加了的话 多一些 非常非常多 它这个有一个状态是 它的混响不断的会回来 Feedback不断的会回来 让你产生一直无限的 下去的声音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延迟 或者是磁带延迟 这么一个效果 听起来是这种样子 特别像西游记是吧 但是很多人会用这种效果 比如在音乐开头 或者结尾 或者中间之类的 去制作一些氛围 非常多的 使用的这种案例 那这是Intensity 上面的Bass和Tribble 这两个呢 就是控制你的 Echo的声音的 低频和高频 记住了这个指示 控制Echo的 不控制混响 我们可以听一下 现在是非常多的 低频没有高频 只有高频没有低频 所以通过这个 你可以去稍微的 控制一下你的声音 再往后呢 这两个钮就很容易理解了 混响的音量 如果你现在有混响的话 你就可以调整 混响的音量 以及混音的音量 最后呢 整个总输出的音量 然后下面这个Power呢 是Bypass 这个地方有一个 Wet Solo On和Off 如果你把它放在 发送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开开 就只让它去输出 诗信号 如果你像我现在一样的 把它放在一个 插入轨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关上 这样的话 你的干声和诗声 会混在一起 怎么去混呢 去靠这个Volume 去混 如果你把Volume 都拽下来的话 你听到应该就没有 任何的这个插件 处理的出了的声音 然后你通过这个 右边是混响 左边是延迟 所以大概是这样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 这个UVD的插件 都需要放大镜 才能看 还好我记住 这都是什么了 新 这是用过的 或者旧 这是不一样的 磁带的品质 它模拟了三种 不一样磁带的声音 比较新的磁带的声音 和比较旧的磁带声音 我可以听一下 基本上呢 你能感觉到就是 高频不断的在消解 同时呢 saturation那种音源 不断的在增加 就是典型磁带用多了以后 就会产生这种问题 它记录不了那么多高频的声音了 所以呢 当你需要更复古的声音呢 你可以用old或者use 如果你希望让它声音更保真的话 你就用new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splash 这个本身机器上是没有的 这是它模拟这个声音的效果 我需要解释一下就是 你在用这个机器本身的时候呢 你需要去弄一个这种磁带的路 用这个磁带从很长的 很长很长一根磁带 把它连起来 然后最后你得给它接上 所有对接接在一起 一般的时候 大家会斜着切一下 然后呢 把它用 把它粘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你整个这是一个圈 然后呢 进到这个机器里面 它才能开始转 这样不断不断不断的循环 所以呢 这个磁带总会有那么一段 你连接的 粘接的那一段的位置呢 声音是不太对的 尤其是通过这个磁带机 不断的在拽它 在拽它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最松的 因为那个地方本身不是连在一起的 是你自己给它连在一起的 每次回来的时候 到那个声音 到那个地方声音 就会嗯一下 那种感觉 然后呢 它这个呢 就模拟 你经过那个地方的声音 你可以手动的去控制它 我们用另外一个乐器 可能听一下会比较容易 能听得出来 我一会儿呢 会去点这个 记住了 这个不是直接的 这个是会稍微等一下 才会出现那种嗯的那种声音 我看我能把它变得更明显一些 咱们就听white solo的话 所以你需要去 你需要去掐这个时间 因为你点了以后 过一下 它才能出来 所以如果你想用automation 去控制的话 你需要在之前几拍 去设置这个曲线 或者是你如果手动点的话 你需要控制它 差不多几拍的时间 比如说 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会有这样的效果 尤其是你在用这个插件的时候 你即使不点它 它按照一定的时间 也会出现这种效果 因为它本身也模拟了 那个机器磁带的这个长度 转到一定时间 或者一定时间之后 它一定会碰到那一段 不是特别平缓的那个磁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插件 我经常会用这个插件 我特别喜欢那个声音 而且我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风格 也偏向于经常会用到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案例 我经常会用到的是 我会把它用在bass上 如果你去听的话 bass加了这个的话 是这样的声音 你听到那种 弹后里那种混响的声音 就是这个 很多很多人会用弹后混响 在这个bass上 但是我发现 我可能更喜欢这个插件里边的 这个混响 虽然它没有很强大的功能 但是呢 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好 当然了 你可以把它用在任何其他的乐器上 如果我们整体听一下的话 这里面有一堆的RE201的效果 有的时候你需要做的音乐 需要这种风格的话 你可以多用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Space Echo RE201 摸你Roland的那个特别著名 非常非常多人在用的那个硬件 声音相当相当的好 我需要再重复一遍的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用过的 或者我听过的模拟里面最像的一个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觉得这种声音 你能用得到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下场 拜拜